古今明人大解密 乞丐朱元璋如何当上大明皇帝 古今明人大解密 解开古今明人的谜团 大明皇帝朱元璋过世之后 他的父母是在南京的明孝陵 明孝陵今天已经列为世界的古迹遗产 明孝陵有很多惊人的秘密 让我江博士来为你用轻松的角度 解开这些明团 在古今明人大解密当中 为你一一解密 想知道更多不为人知的明团吗 敬请观置并查询古今明人大解密 朱元璋的事件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或许 你以前没有注意到 朱元璋出病的时候 发生很多神奇的神秘事件 朱元璋 朱元璋是明朝开古的元老 他创立了明代的帝国 一共将近三百人 朱元璋过世的时候 当天 因为他定度在南京 他当天要出病 其实是有看时辰的 而且把南京这十三的城门 全部都打开 十三个城门同时都有灌木 走到城外去 目的 没有人要让大家不晓得 到底哪一个城门出去的 才是真正的 朱元璋的一体 甚至有人讲 其实前一天晚上 就看好时辰 就偷偷运到城外去 所以传创演得 那不论怎么样 资源商是看时辰的 那讲到看时辰 非常有趣哦 一直到今天 中国人是这种事情 不是都看时辰吗 出病也看时辰 结婚也看时辰 对不对 生日 请客的时候 也要看时辰 资源商当然也有看时辰 他把十三个城门全部都打开 这个十三个城门都被灌木出去 这件事情到后来 一直到今天 南京还流传一个顺口溜 南京有三怪 龙潭的姑娘当老太 萝卜当着小菜卖 十三个城门 台观 台观菜 这是南京的一个顺口溜 很有趣 这个是资源商死后还留下 很多大家流传的一些故事 威士忌 威士忌 酒味相传 顺口 好喝 让人垂涎 它是从十六世纪起 就是欧洲贵族名流 社交夜会时 必备酒 推荐你要喝酒 可以改喝好运珍宝威士忌 你会爱上它 好运珍宝系列威士忌 里合型包装设计 是年节最佳伴手里 首购族有特别优惠 心动就马上行动 敬请 关注 点赞 分享 详情搜寻 连红好酒庄 谢谢您的欣赏 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敬请继续关注 古今名人 大解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